Hello 大家好 薩姐 今天薩姐依然會直播 不過我都說過 因為直播很多時會和大家聊聊天 變相地有很多資料性或感想性的東西 可能就會拆開了 所以就拍這段影片 多人看些 大家知道 昨天就說段崇智的老婆羅文雅 就需要被廉恥去調查 現在廉恥正在搜集證據 我現在的文字上的資料 基本上都是來自於聽馬遲 這個就要說聲 大家亦都不需要太擔心 我和馬遲都有點 實質的交情不多 但我們大家都知道大家在做什麼 所以我今次的資料性都是借馬遲那邊用的 如果有錯的話就扮扮馬遲 亦都不需要擔心我偷了他的資料或者怎樣 第一 我有利益申報 第二 我基本上和馬遲的方法都會不同 因為我比較主打的就是 魯屈 古靈精怪 主打不是資料性的 主打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思想 所以應該不會太大影響 其實我也覺得馬遲真的很厲害 因為你在這麼短時間找到這麼多資料 他都真的很厲害 畢竟我並不是一些 如果我要搜集資料 我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不會說可以很快搜集到一些很齊全的資料 因為我本身的人就不是這樣的 而且我本身記的東西是記重點的 所以很多細細節的東西 我通常都會 你會發覺我很多時候都會忘記人名 忘記連份 忘記旁邊的東西 但重點我是會記得 那在說 羅文雅女士就被連署準備調查 他就說現在 也不是他的 總之有關 就說現在就進入了一個司法程序 所以就不方便說 其實就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通常 我自己覺得 如果自己真的沒有 你會很大方的 只是純粹協助調查 其實沒有什麼 他想對那件事了解多一點 我們配合警方 或者我們配合聯署 我們都會做的 而不會彈這句 其實彈得這句 不讓大家知道的意思就是 我期望聯署是拿不到任何東西 或者證據不足 如果我現在說 就說多錯多 這個我跟阿慈是 持一樣的態度 另外一件事 看我們自己的 廉署都是收緊政府的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半個公務員 雖然我不知道它的架構 是否屬於公務員體系 但某程度上都是出政府的 其實都是半個公務員 大家知道公務員有什麼特色 氣善怕惡 這個是我講的 有什麼東西插我 氣善怕惡 這個是事實 如果沒有什麼 他們是不會滾搞這些人 他們只會滾搞一些 世界的人 即是沒有背景 沒有錢 那些人就會滾搞多些 但如果這些 本身有一幫黑暴去撐的校長 如果他們真的沒有抓資料 其實他們是不敢去搜集資料 你不怕嗎 還有個三白眼都是廉署做過的 對不對 那個很熟廉署的三白眼 當然現在是鐵槍風味 所以其實他們 大家知道公務員是什麼 沒有真的七八成把握 他們是連檔案都不開 免得開了檔案到時候 你知不知道最恐怖的就是 你沒有財沒有勢都更好 如果你有財有勢 我算是他有財 他一定有勢的 他一定有勢的 而且他的勢還很強 你想想如果要財的話 有很多人捐錢給他 所以其實 以我們認識的 也就是以沙姐認識的公務員 不要拘捕你 說你掉下水 是需要我一個 以我認識的公務員 體系來說 這些人他們盡量不少 一開始說做事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拿到七八成資料 只是欠一張紙 其實他已經是拿到七八成資料 如果不是他不敢跟你 他連電腦都不敢跟你開 因為一問你拿到 到時候真的不能責任 你就會反咬他 這些人 要賠的 不是賠少少你的工資 妨礙你開工 妨礙你什麼 賠得最金的聲譽 第一要賠很大塊錢 還要道歉 然後廉署的威信就沒有了 所以 婚系叫得他 尤其是他這些名字 有名有姓的人 叫得他的 其實 差不多是拍到板 所以 你見的 你大財團 你大財團 那個 李超人 他是沒有做過走私留稅的事嗎 你打死我都不信嗎 阿薩姐做了這行那麼多年 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不多不少一定會做走私留稅 不會公正不安的 告訴你 他一定做得最金 如果他真的不做走私留稅的話 他真的不去避稅的話 我們好聽點是避稅 如果他真的不去避稅的話 他不需要 他下面那些 真的財務經理 你知不知他下面那些財務經理 是 分分租人工高過特首的 可能人工沒有高過 其實應該高過 那些年薪過千萬那些 其實高過特首 那還未算花紅 那你想想 有什麼能夠養得起 年薪過百萬 年薪過千萬的人 他是管財務的 他不是幫你挖金礦 他不會幫你生錢 就算他多厲害 投資也好 他不是投資基金經理 他不會幫你生錢 他會幫你挖手 去 罵別人的錢 放自己的袋 這些是要說得很清楚 在別人的口袋裡 拿錢放自己的袋 還有怎樣去盡量小小錢 包括在政府那邊 那你見特朗普也是 請個會計師回來 就是首貨 或者投向 美國投不知幾名的富豪 竟然可以不用交稅 那麼多年就是交過一年稅 那一年還是可能一千幾百美金 那你知道這些會計師的作用是什麼 那我當然不敢說 別人是因為要留才請個會計師 但我倒過來想 你要請個會計師 你要養得起他 你要有什麼方法呢 才可以養得起他 就是這樣說 那所以 大家知道為什麼水埗不會動這些 就是因為剛才的理論 萬一你真的做不到 做錯不到 你回頭後悔更嚴重 所以ICAC今天這樣做的話 其實是有很大的證據 當然 這個 純粹是有個人私怨的 我先認了 女人小器 我有個人私怨的 因為 憎恨她的老公 段崇智 所以這些是絕對有個人私人恩怨的 在馬遲的頻道 她說了 這個心血管基因組 其實在2018年成立 就是剛剛段崇智 剛剛做校長的時候 而當中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是說明她是不知情的 做校董也不知情的 我自己說兩件事 我經常都說 你不知情 你說出來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校董 我不知情 其實是很沒面子的 當然這件事 我又不覺得 鄧家彪 是會因為幫忙 段崇智 現在糟糕了 所以劃清關係 我又不覺得她是這樣的人 很明顯 真的 她不是幫忙 但是問題 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沒有時間 做到這件事呢 這麼大的 心血管 研究基因組 變了出來 你是會不知道 變了出來這麼多年 你現在才覺得 原來有這件事 那你是不是有些失職呢 就是 我經常都覺得 立法會議員議員 要兼任這麼多 其實是 不可能兼任 那其實 是不是應該要找其他人呢 當然 如果你說 立法會議員兼任 這些校董 是不收錢的 純粹是榮譽性的 那我們當然是 沒有資格說任何事情 因為別人是免費的 但是 亦都需要有一件事 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這件事 如果 你做不到的時候 其實 你是啞了個位 是會害了我們香港人 所以我覺得 你說出來 其實 你是不是有少少 除了 告訴別人 你不知道之外 在我的心目中 你是不是有少少失職呢 這個是我自己的觀感 說回段數字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真的自己 其實國安可以查一查段數字 我們知道有國安法之後 其實是沒有租稅期的 國安法是沒有租稅期的 即是說 如果你之前犯國安 你國安法成立之後 你沒有再犯嗎 那是沒有租稅期 他是不可以 說回你之前 是犯國安的 但是 如果 你之後 有牽涉到 國安的事件 你之前 犯的事 就會 一平 去看 那為什麼 我會覺得 國安處是否要看一看 或者搜集某些資料 其實我不覺得段數字 是 未必 即我不覺得段數字 是完全會觸犯到國安 他這麼聰明 但是我也都覺得 有蛛絲馬跡 是可以先收集了 這個世界 什麼 常在河邊 走哪有不十腳 就是這個狀況 實有機會觸犯 我自己也都覺得 ICAC今天出手 就不是因為 什麼 其實他應該收集了幾年證據 如果不是 不會這麼快 只是 配合了某些東西 而現在出手 其實他可能一早知道 但是 大家知道林鄭那時候 就真的沒有話說 對不對 我覺得 就算ICAC想動 可能也有一批人 不讓他動 也有一批黑暴的同事 不讓他動 就算你真的去到林鄭 林鄭也可能要你先保持 去到比家超 大家知道 一朝君主就是一朝神 去到比家超 在那裡擺明是要動 你作為下面的 有 你就算多想拆黑暴 也好 特首叫到 都要做的 真是證據確在 所以現在才配合 其實我覺得 只是那個時機 是故意配合 不是因為現在才發現 這件事 沒有可能現在才發現 正如我經常都說 他沒有七八成的把握 他不會動到這些 所以現在只是因為 段崇智 他幾次都不去立法會聽證 就順手 是將他一炮 如果他去立法會聽證的話 可能這件事 就會拖後一點 其實這個某程度上 我自己覺得 我比較小心眼一點 其實是陰謀論 如果他 其實是要告訴市民 他們有多壞 所以幫助了立法會再改效動 而這件事 如果 律政司是做得好的話 是可以拘捕段崇智落馬的 這個是傻姐說 你如果 難聽一點說 如果你律政司 比我更差 你去屎 讀這麼多書 讀屎片 真的 如果你 做得好 你是可以拘捕段崇智落馬 就算拘捕不到他落馬 起碼2024年的contract 都可以逼他棄權 這句我講 只要你 不可以說救手段 好像說到我 因為如果我教大家 告訴大家 去救手段 即是說我很手段 不行 我天使形象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如果大家夠 高明的話 哈哈哈哈哈哈 唉 真是想死 自己都覺得有點想吐 真是夠公平 那 真的 2024年 真的可以幫他 因為2024年才新合約 或者2024年的9月 他才正式離行職務 現在還有一年時間 是足以做到的 廉署加油 精神上支持你 其實他有幾個point 大家可以多些去討論 讓人不可以假裝聽不到 尤其是政府部門 不可以假裝聽不到 首先 為什麼 2018年 段崇志 一上任 就可以見這個 這個 心血管基因組 首先 不要說什麼 來用錢 我們慢慢 逐步 抽屍莫眼 放心 全都可以看到 最簡單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呢 一個學期的開始 應該是9月 我沒有記錯 雖然我沒有讀書幾十年 但是應該是9月 開學就差不多 5、6月大學 都是5、6月完的 是不是 你想想 他9月開學 即是他9月離身 怎麼可以在2018年同時間 可以起到這樣的基因組 即是說他在未入職的時候 就已經安排了 喂大哥 你不是說 我要起個飯堂 或者我要飯堂加兩個菜 這些這麼簡單的東西 或者我要飯堂營養均衡 請一個營養師 這些這麼簡單的東西 現在是請整個組織 要有研究員 要有醫生 要有調人手 你想想 你9月離職 9、10、11、12 4個月 你就可以起到基因組 你是不需要做任何編排的 你是連想也不需要想的 不需要找人去協調的 就算這個是你一直的宏願 今天可以做到校長 你可以 你是不是頭一個月都不用做事 就是頭一個月 你都是要認識 你說你是科學家 你都是要認識學校的架構 認識下面的人員 你真的10、11、12、3個月 你就可以起到基因研究組 你可以調配到這麼多人手 你都要問人家願不願意 這件事其實並不是他一日學才做 是之前已經鋪排了 那這些會不會有牽涉到外國的錢銀呢 喂 買人墨嘛 請人過檔都要錢的嘛 對不對 會不會又牽涉到某些外國勢力呢 這個是傻姐質疑的 同樣地 你這麼快就起到 其實 這個就是行政上面 他初入部都不認識 他下面的秘書都應該認識 你來用這麼大筆供款 是要經過校長批准的 你建一個基因組 你不是說請客吃飯一萬幾千 你建一個基因組 你起碼用的是過百萬的錢 或者是HOTROCK 其實不是的 因為一起步是更加怪異的 就算你說 其實不是很多的 一年可能花50至100萬 那不是錢 這些是公帑來的 50至100萬很多的 那何況 你還有其他研究 你是需要花錢 你想到 即是大家想到 不可能50至100萬 你一個研究員 多少錢一個月 就算低級研究員 也50至10萬一個月 那你10萬你也過100萬 我只是說一個低級研究員 你還有什麼專才呢 你那裏不過千萬一年 你整千萬一年以上 你是不需要跟人申報的 其實這些公帑 撥給中大 並不是任由校長戀用的 它是沒有這個authority的 它是那一筆撥款 其實給中大的撥款 全部都會有研究的 專業回計告訴你 要求撥款的 所有東西都會有研究的 人工多少 當然未必知道奪頌資多少 例如 管理層級 他可能有10個管理層的人 他可能1000萬 中層裏有400個 可能5000萬 我們是有數計的 是有數為的 你將會建一個新大樓 可能再撥3000萬 或者你預計今年要換過冷氣 可能撥500萬 我們全部有數計的 所以你這個基因組 你沒有經過財政預算案的話 那你那裡 那錢在那裡 因為我們每一條數 這個大家不用質疑我 我是專業會計 大家不用質疑 我們預預算全部都有數的 然後再有一個叫做 類似Suntry 是給你淩淡淡淡急用的 但是那條數是不會太大的 那條數的比例不會太大 因為你所有東西 基本上連同 你打算是 換個整套冷氣也好 裝修也好 維修了換了所有門也好 更新的所有電腦也好 全部都有數計的 全部都在我們的列表裏面 所以那些列表可以這麼厚的 因為你看到就是 維修可能幾百萬 但其實維修裏面 可能還有幾張 是維修些什麼 然後平時維修會多少錢 是這些 所以其實你基本上 走不了那麽大條數 你哪裏變那麽大的錢出來 老老實實 如果你是用政府撥給你的錢 去做這件事 那你政府撥給你原本要做那件事 你便沒有做到 所以每一塊錢 它要做的其實是要得到政府的認同 那就是說它其實如果要突然起這個基因 其實是要得到效果 或者是批准額外撥款的 正如我們COVID那樣 是突然間來的 所以是要額外撥款的 是不會在那裏中彈拿出來 那這就只有兩種問題 一是它內用公款 用了其他位置的公款 拿來做這件事 那內用公款是一條犯法 第二它就收取別人外國的獻金 來做這件事 就算它說我不是用公款 我是收取donation 那你這個donation 你有沒有公開過呢 因為所有chority 收錢都是要有牌的 你不可以隨便收donation 你都有沒有給人收據呢 還是有人說 我要希望建立這件事 所以我捐一塊錢給你 那你有沒有給人收據呢 那你有收據的話 那你捐錢的人是誰呢 你是必須要申報的 那當然啦 如果是外國捐款有特別的目的 當然是國安 沙姐經常都很喜歡國安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這個研究的基因 做心血管基因研究 是不是得到政府批准呢 那為什麼說我研究這件事 要不得政府批准呢 你開一個新的item 如果你要問政府付錢 那當然要政府批准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都要知會效董的 因為效董是監測你 你說對社會有益 我怎麼知道 你是要備案的 因為萬一你真的研究心血管基因的時候 你拿人體來做實驗 那我又怎樣 那這些全部都要備案的 不是你說要開個組就開個組 因為你中大裡面的錢全部都是公帑 所以如果你要開一個研究 開一個新項目的時候 你是需要知會 效董 因為效董就是代表政府去監督你 喂 等一會 你這次就說心血管基因研究 我怎麼知道你其實是不是 毒品研究的 喂 我在研究藥 可以增加心血管的 跳得快一點的 喂 毒品都做到的 是不是 正如當初黑暴的時候 竟然有泳池是被他們 那些黑暴連丟汽油打 阿姐姐說已經是有燒洞很多控 跟學校反應他們不理 那這個也是的 其實是要理的 你搞一個新的項目 其實是要經過效董去批 是不是合適呢 喂 等一會 你說要搞人體實驗的 你不通知效董 你真是拿一條人去湯 那我怎麼啊 然後香港就變成了人體實驗基地 因為這些都牽涉到法律某些東西 所以 當然 莎姐說的是極端 但是這個世界 我們是因為一條法律 是管了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必須考慮極端的狀況 喂 你這次就說心血管基因 喂 大哥 心血管基因 你是不是真的要在我的心血管裡 拿細胞呢 那很危險的 是嗎 所有研究都是要有上級的批准 才可以研究 那如果好像 我自己的精神科 即是有了 那曾幾何時他們有一個項目 就說 當一些燈光照 紅光照到 其實是會令到情緒病患者容易入睡 想找一些情緒病患者去做實驗 那當然這些是無害的 那當然是OK 那我也有去試的 後來他跟我做了測試 就發覺我並不合適 因為我不是某些原因導致我失眠 我是想事情想得太多 以及某些事件是導致我失眠的 所以就算你紅光照都應該效果不大 效果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就不用我 不過他有另外一個研究 就是看看你的基因裡面會不會有遺傳 就是看看會不會有一些基因 會導致你容易有情緒病 那他就要你吐口水 那這些都是 在中大上有紀錄 即是在港大中大上有紀錄 是真的會開project的 但是這個心血管基因 他有沒有開個project呢 有沒有告訴別人 其實沒有的 如果他真的有告訴別人 有公開告訴別人 總之有一個新的研究院出來 就會有展彩 不是展彩 即是會有介紹 我們將會研究些什麼 袁先生 研究噴鼻式疫苗 都在不停地宣傳 因為他是要給大眾知道的 為什麼我們大眾不知道呢 大眾不知道也不要緊 連校董都不知道 這個就很奇怪 難道你做非法事 但問題是你在用公帑 另外 這些都是真的可以死咬的 就是律政司 你真的不要放過去 你想一下 沙姐都講到這些 律政司你更屬法律 你應該更清楚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老婆 做這個 心血管基因組的主席 即是鬥薪 是否有利益衝突呢 林武校董是不知道他老婆 做這個主席的 其實是有利益衝突的 我們見大公司 都不要說大公司 中型企業也好 都會問 小公司不會 因為小公司只有幾個人 認識你就認識你 不認識你就不認識你 要不就直接介紹你進去 大公司他通常都會問 你在哪裏知道我們公司請人 另外就會問另外一個 你有沒有親憑戚友在這裏做 都要申報的 那為什麼校長是不需要申報呢 你不要跟我說學校是沒有這個規矩 老實說 如果你是一個中學教師 你的小朋友進來這間中學 你也要跟校長申報 這個我的兒子 他將會考進來 你也要申報你們的關係 對不對 而且搞清楚一件事 怎麼可能隱瞞得到的 不是嗎 通常你 通常你 application form 裏面 就會寫 你是single 還是marry 你老公是誰 再不是 你把稅單 報稅的時候 都要寫的 是不是 喂 你段崇子蓋住 那你人事部有沒有 為什麼要掩蓋 這個基本上已經不是說 就是馬遲就很好的 就覺得真的 校長你是不是應該要更加清高呢 或者是應該要更加廉潔呢 我覺得他完全是擺明就是想什麼 想把中大巨為己有 變成了他的金礦 這個是我講的 無關馬遲史 這個是我這樣的賤人 如果不是 為什麼他一坐上來 就可以在這個基因推他老婆進來 喂 你不是坐坐穩 才推他老婆進來 你一坐下來就是什麼 他根本就想把中大 變成了自己的金礦 在那裡挖錢 這些是不是沒有人教 如果他真是科學家的話 他怎麼會 認識這些那些那些那些招 他一定有人教的 你知道 那那個人是誰 是香港的人 還是在外國去研究的時候 就有人教他過來 大家想想想 我覺得國安可以從這些去 拿多一些資料 我覺得以免不時之衰 大哥 沙姐經常都說 儲糧 儲了這些彈藥 我要什麼時候打你 是我的事 都是這些 所以其實他是有隱瞞的 這個可以 批准他的 就是利益衝突 他是必須要申報 這個是有 conference of interest 我覺得律政司是可以批准段崇子 這一點 因為他沒有跟校董會申報 所以這個可以其中一個拖去落馬 承信問題是拖去落馬 我已經說到出口了 律政司你也懂 連我這些小學生 讀了那一年 即是Business Law 都認識的 你沒理由律政司不認識 所以其實段崇子是走不掉的 問題是律政司是否認識 都肯不肯做 肯不肯做他 所以其實大家想想 他捲了多少錢 他老婆一年年生多少 他在中大捲了多少錢 要知道這些職位 就算我真的被校董批了 只是我們外人知道 真的做這個研究基因組 是批了 但是請人方面是否都要校董 請呢 是否真的經過輪選過呢 我們香港是什麼 自由民主選舉 自由市場 所有的平等機會 所以這些職位全部都要登報 登報然後經過輪選 如果到時真的 你老婆才是最適合人選的話 那就讓他坐 但是他肯定就沒有登報 不是的話鄧家表也知道 是不是 都知道有這間店 有請人 為什麼大家不知道 就是因為沒有登報 其實他另外一件事就是什麼 黑商作業 大家知道有多一條罪 因為他違反了什麼 什麼平等競爭 還是什麼 那條協議 正如我們經常都說的 就算想著已經是請外勞 但是都必須要走 那個流程就是 我登了多久 都請不到人 又或者我請的人 是要求什麼什麼 但是都付不到 所以我才要請外勞 那你這些職位是更加要登報 而且這些職位 不應該只登香港報紙 直接登到海外 有沒有登過 是沒有的 這個已經不是關於段崇智的問題 他下面秘書處都出了問題 人事部出了問題 攬炒 所以聰明的就一鍋炒起來了 對不起 薩姐是狠一點的 當然 大家可以從這幾個路徑去看他們 當然有很多資料 薩姐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聯署拿了什麼資料 但是那幾樣東西就足夠他們玩了 他們是不是真的研究什麼呢 這個研究 因為其實每一個 這些學術 其實都會有一個agenda 不是你說我要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 你就算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要吐口水的 他們都要有一個議題 就說看看基因會不會影響你容易有情緒病 遺傳會不會有呢 會不會某些基因會導致你容易患上情緒病 正如我們當年研究糖氏綜合症 現在研究出來 你只要第幾組的染色體出了問題 就會有機會糖氏綜合症 而在你懷孕的時候 如果嬰兒的頸後面那個 皮膚的厚度多於多少呢 那就很有機會患糖氏綜合症 那就要抽細胞去再研 檢驗的DNA 有沒有糖氏綜合症 如果真的有的話 他就要跟家長說 你可不可以留他 或者所謂留呢 是留住他還是流產他 所以其實 那些不是說 我想看看 有沒有遺傳 DNA 會不會有機會 令到某些情緒病患者 會容易有情緒病的 他不會就這樣定標題 都要定他們操作是怎樣 會不會對病人有危險性呢 會大概要抽多少人呢 究竟這個基因會不會有這樣的 agenda呢 哪個批呢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來的 如果他是沒有人批過 或者甚至連 agenda都沒有的話 那 那誰給你這麼大膽做這件事呢 喂等一會 你萬一 原來抽DNA 我就吐口水而已 有些就瞭一下喉嚨 那這些風險性都不多 有些不是的嘛 有些要抽血的嘛 那DNA不關抽血的 可能有些研究是需要抽血的嘛 可能有些研究是需要 更加私密的地方的嘛 那 怎樣 不需要寫出來的 所以其實大家要看到的 其實這裏裝裝件件都是犯法的 起碼殺者就已經數了三五七件 當然ICC再發掘是會有更多的 所以其實國安可以留意一下 那另外一件事 梁奶鵬 在他 退休之前 就趕快逐了 段崇智 其實你想一下 為什麼要在梁奶鵬自己退休之後 退休之前馬上逐了段崇智 他們有沒有利益輸送 可能段崇智未必會給他利益 但是有沒有外國人給利益 梁奶鵬 不知道 這個是我的妄想 我沒有特別抵衛他的清高 問題是你都退休了 管那麼多閒事 正常的 如果我來不做一間公司 我會不會管那麼多閒事 總之做完他就算了 人家的東西 人家才算 不要忘記他逐他那時候 剛剛黑暴如無幾乎 還逐他 你告訴我 你跟他沒有關係 可能沒有 可能真的沒有利益 真的沒有錢的關係 但有沒有其他關係 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有人肯犧牲色相 不是 我說當然是其他事情 這個世界是有人犧牲色相 當然段崇智這樣的樣子 是犧牲不到的 大家放心 大家放心 他這樣的樣子應該犧牲不到的 所以 其實 國安都可以看看 究竟 梁奶鵬有沒有奔國的嫌疑 收集一下 不要壞 因為我覺得正常人 是不會這樣做 你快要退休 你是不會拿屎上身 你明明見到他是這樣 你都不會幫他 大哥 黑暴剛剛完 吳毛說那壹事 他都沒有道歉 明知道大家都在生氣的時候 你還逐他 拿屎上身呢 那是什麽令到他願意拿屎上身呢 如果他真是公正言明的話 我只會覺得他有特殊癖 所以 這些是可以檢查的 更加可以檢查一下 幫忙做這個黑暴基地 這個是我妄想的 大家知道 精神病患者 有時候會有些妄想的 對不對 這些真的 老實說是沙姐才能說的 其他台不說的 其他台不說的 純粹是我這些 精神病患者才敢說的 你知道精神病患者 想事想到瘋瘋瘋的 什麼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國安可以看緊一點這條線 因為畢竟教育是影響我們 真的很長遠 如果做得好 正如沙姐這樣說 坐得他老婆入的話 段崇子是走不走的 我走算坐不入段崇子 不能夠這麼快 只要他老婆一坐得入 一牽連這些 立法會就要做事 你的誠信有問題 那2024年我們跟你一族 如果梁奶彭是不能夠代表 中大 其實那時候應該這樣說 反正他的contract 還未到的 如果梁奶彭是否真的可以代表 整個中大去簽他 校董會沒有通過 那梁奶彭就簽了 其實他有沒有違法呢 等同 我不知道梁奶彭算是什麼身份 是不是有資格 等同我現在做兼職的公司 老闆最上面的GM都沒有批請一個人 那你們HR 你們帳戶就自己出去招人了 然後HR就跟我簽了 然後老闆說我沒有批過 我沒有批過headcount給你 你自己簽我 那我不認送 那我可以怎樣呢 就沒有公職 那個人都不是一個授權人 又或者現在如果梁奶彭根本就沒有資格 那就更加搞事 如果他不是HR 我就用公司的HR 如果梁奶彭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格去決定的話 那 是不是這個合約本身就是廢的呢 可能有機會就 段崇智就說 喂不是我簽了 那他代表你中大 他說他代表你中大 但是他真的不是代表你中大 他真的不是走合法程序 那他就是不合法 那將合約是廢的 我最多賠償你少少損失 因為你都沒有履行職責 那其實就不應該有良的 最多我賠一年錢給你 那就夠了 在沙聖眼中就算白送一年錢給他 只要他不用禍害的 其實我們都會有債的 鬼叫我們多 鬼叫我們多 多漢奸嗎 多國賊嗎 無計的 所以其實是 可以從這些 當然現在立法會是更加加一成的 就說你老婆這樣 你現在涉嫌隱瞞了這些洗肺 對呀 又涉嫌未得到我們的同意 你就見到一個這樣的基因中心 因為如果這些什麼心血管基因組 會不會收集我們的DNA樣本呢 有沒有受到私隱條例保管呢 其實他有沒有得到同意呢 政府同意 因為這些 因為要收集證據 收集人的私隱 你必須要有合理原因 正如我們建工 他是很合理收集我們的電話 身份證 因為他要看你是否 不是真的本地有合格資格做事的人 要拿你的電話 就是因為他要通知你上班 但是他其他親戚朋友的電話 除了緊急聯絡人之外 其實他就不會需要的 如果他問你有沒有妹妹 就給他妹妹電話 我給我媽媽電話 你做緊急聯絡人 你還問我妹妹 你有沒有搞錯 這個就不合理 所以這個也是 他有沒有非法收集 別人的數據呢 所以其實立法會是可以當他的 你誠信有問題 只有兩件事 一是你又生病了 我叫你來你又不來了 只有兩件事 一是2024年你不要做了 我讓你做完這一任了 2024年新工作就算了 我們自己找人了 Graduity我們照給你了 坐牢是另一件事 困回來的錢是要偶出來 是另一件事 總之你任期完了 我們是會照給Graduity 即是給你一個花紅 答應過那些 但問題是你貪了多少 你收了多少 你要偶花出來 但這兩件事 我們做人很均真的 所以大家多些說這件事 搞到立法會要員 不好意思 他們就會做事 今天就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